最近會講這個題目 大家應該都知道現在大家對Big Data都很夯 那Big Data的Data哪邊呢? Data當然要去爬 可是我想先統計一下 在這現場有沒有人是統計學系的? 有沒有人是統計學系的? 喔!有!你們是偶像 統計學系覺得做到最後的時候會發現 最終還是要回的歸同計學 那我們現在這一次呢 我們在做Big Data的時候 我們會花多少時間在網路上收集資料 抓資料 你上網去看說是寫什麼70%之類的 實際下去做你就知道 78是針對那些熟練的人 你要花70%時間在抓資料 你要是不熟悉 你會在上面花更多時間 這邊有個QR Code 所以我們這邊這次主題裡面 會講到所有的範例裡面 會有一些Sample 大家如果說少在QR Code的話 可以到一個GitHub 看到這次所有的Sample Code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先看一下這次我們會提到的幾個大綱 那大綱很重要 因為綱吃飽飽了 你一定要先看到大綱之後 才知道等一下什麼時候要醒 不過前面覺得不重要可以睡了 那我們第一個高效率 我們前面要先講高效率 題目講高效率 高效率的指什麼 我們要先提一下 我們這邊定義的高效率是什麼 然後再來呢 我們要定義爬衝 資料生命的周期 一隻爬衝 它到底存活的時間 要做多少事情 我們在這邊要先講清楚 然後最後呢 第二第三章 我們要講 爬衝組合包的內容 裡面包了哪幾個package 這package的用處 定義在哪邊 那第四章會簡單的介紹一下 那個定時爬衝 其實就是講Ginkies的 Ginkies應該很多人會知道 最後我們會留大部分時間在講爬衝包實戰 爬衝包實戰 爬衝包實戰就是 我們最近參加一些Hackzone啊 包括還有一些自習公司 在處理一些東西的時候 爬各式各樣 像Google Facebook 或者是我們政府公開API 哇 這其實裡面有很多 雪尿石 那這個高效率 我們第一章要講高效率在指的是什麼 高效率 其實就是在講 要快 要簡單 然後適用的地方要多 這個圖如果說大家有去看 有學過PMP的人的話 應該都很清楚一張圖 就是我們的 Time 跟Scope 還有一個就是Cost 有些人會講Resource 這三個 這三個編長 會決定你產品的品質質量 那我們以開發團隊的角度來看 高效率就指什麼 第一個 你這個東西有沒有幫助我減少開發時間 OK 有的話還是好的 那再來呢 降低門檻 我能不能夠達到同一個目的 但是我用更低的技術門檻來達到 那更低的技術門檻有什麼好處 我可以找一個 工讀生 或者是剛進來的Junior的人 來做 這樣子成本就會比較低 然後再來 這個東西適用的行為多少 現在如果說我們常常看到什麼 很多寫什麼廠商 買一些什麼 適用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買回來之後全部都不適用 那 他可以適用的東西 越多的話 這個套件就最好 那 這是以我們團隊角度來看說 高效率是要怎樣子 但以老闆的角度來看是怎樣 老闆只關心你 那麼SOP 大部分 我是覺得目前接觸過老闆 每個老闆都只想要SOP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可以 爬送包這邊 我們現在其實也是重視的是一個 抓資料爬送的一個 一個SOP的作業 那我們現在要完成一個SOP的話 我們要先了解的是 整個爬送裡面 他到底要做多少事情 我們大概要知道做多少事情 然後做這些事情的中間 我們還要做多少過程 然後最後我們要什麼結果 這是一個SOP的 基本的一個需要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 一直爬送完成 完整的定義 在週期上面的話 我大概會分成這五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資料源 你的資料從哪邊來的 你資料是Google提供的 還是Facebook提供的 然後呢 你是透過什麼方式 傳到你的電腦裡面去 你走HTTP 還是什麼東西的 最後呢 你拿到的格式 你拿到資料怎麼會有一些格式吧 那像現在就有型的JSON啊 XML啊 或者是你去爬人家網頁 拿HTML 那再來 拿到之後 你把程式碼解完之後 你總要先做一些處理 因為我們不可能把整個JSON 存到DB裡面去 那做一些前置處理之後 然後再儲存 而本篇爬送會注意到的關係就是 資料源不是我 不是我care的 因為我沒辦法去控制資料源 儲存 這邊我們也沒辦法幫你 因為儲存 我不知道你要存成 你要存到哪一個Sequel啊之類的 目前這一段還有 還沒有想到一個同用的解法 所以我們這邊會分成 第一個是傳輸決定 第二個是格式解析 那第三個是前置處理 那為什麼2.0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很常聽到2.0 那其實這是兩個同一件事 格式解析跟前置處理 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大概你會 我們把它分類的話 像是資料源會是什麼 資料源像是Facebook API Google API 這些都是你的資料源 這是提供資料的人 那傳輸協定呢 常見像HTTPS HTTP 下面比較模糊的其實是SSH FTP或是SAMBA 這些都是常見的傳輸格式 那你其中在寫程式的時候 一個傳輸協定 就要重新寫一次嗎 重新上網 上Google找一下 StakeOverflow看一下 這個格式要怎麼寫 然後接下來 找完之後 寫完一個之後 拿到格式是Jason Jason要怎麼辦 找Jason的Library 然後把它解析 然後XML 解析XML HTML 要用什麼XML HTML 再寫一次 最後呢 解完之後 你要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Jason的話 就我看網路的一些分享 很多人還是用MAP-GET GET 你樹狀結構的Jason GET GET 那不然就用XPACE 那XPACE 好不好用 個人是不知道 我是覺得 普普通通啊 沒有很特別 那些XPACE 問一下在座 現場會使用XPACE的 而且有用過的 有沒有給我舉例架子 看一下 不多嗎 那我們提前來問一個問題 現場會寫HTML 會寫HTML 都會嗎 然後再來 首先不要放 拜託一下 首先不要放 HTML裡面 你會控制CSS的人 手繼續留著 對嗎 跟XPACE比起來 贏了 好 所以 現在我們要 這個提前先問了一個大家的問題 你就知道 我們要選 我們要選哪一個技術來用 對不對 那 爬通組合包 現在下一張要介紹爬通組合包 那 爬通組合包 大致上其實又是用透過兩個套件來簡單的組合的 那 第一件事情要解決的 就是我們傳輸協定太多的問題 那傳輸協定那麼多 現在HTTP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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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起來 還有一大堆 要Cache 很麻煩 每一個code都不一樣 怎麼辦 我們透過 第一個package Apache.com的VFS 這個 這個Library 它可以 幫你 整合 這些 協定 你看到 其實算是常見 沒有算全部 因為 它這邊整合的大部分 都是一些常見網路協定 那 有些可能 你可能見不到像sock 它沒辦法 然後 有些有寫lauter的人 可能還會喜歡寫用smmp 它也沒辦法 可是 這些常見的 我們在網路上API取得的時候 這些常見的它都很常 它都有辦法一口氣解析出來 然後用同樣的模式 最重要是用同樣的模式來解析 那 你看這些 大致上都包啦 那 那個 沒有畫新的就是我不會用的 好 那 它怎麼用 我們現在 看一下這個 看我們怎麼用 簡單的來講 最簡單的一個sample 我們看一下 Protocol 然後 裡面 你Protocol裡面可不可以包帳號密碼 可以 這就是我們常見的http 如果說你有包含帳密的時候 你這樣 是這樣放 你只要放一個sample 就是http 然後 然後 slash slash 然後後面的網址 那這是一個最簡單的 如果換成其他協定 呢 ok 換成其他協定的 它就是 只是把前面的Protocol 換成它有support協定 這樣就可以了 那 後面最後再接上 你要assess的地方 你要加port 它也ok 然後你要再加它檔案的位置 也ok 這就非常的簡單 ok 我們搞定傳輸協定了 傳輸協定就這樣子解決了 很簡單 那接下來下一步 它要我們要解析我們的格式 好啦 你有一大堆 你有jason 你有xml 你還可能有html 我真的不喜歡html 那我們要 這三樣東西呢 我們希望 應該是我希望 你希望 我希望把它全部整合到json 裡面去處理 為什麼要用json json json 如果說各位上網路找一下說java的passer 的話對不對 找找找找找找 你會發現 找到最後還是只有json 因為它實在太強了 它可以解html 那我們解html 因為反正我剛問過 現場會xml的人 跟現場會css的人 css的名件比較簡單嘛 所以呢 我們希望把最後把所有的 查詢的方式 把你原本的map.g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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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跟xpass的比喻法 會不會換掉 我不管現在你要查詢json 還是要查詢jml 還是要查詢jml 還是要查詢jtml 我們全部用css select的語法來查詢 來取出資料 那css select 現場在座的人 會的人 比xpass的人會太多了 所以它相對簡單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一個非常良好的開始 我們可以把 通通轉換成css之後 你可以減少 進來的人 你如果說請請一個員工進來 你要他會xpass比較快 還是要他會css比較快 當然是css 所以你可以讓這些 讓進來的人 甚至請共讀神 來做這件事就好了 那這個特別要 特別要提的一個地方就是 它除了css 除了css select 3以外 資源以外 它很重要的 這還有幾個 css3裡面沒有寫的 沒有包含的 其實是移除掉的 那這個 這頁很重要 等一下一定會考 這個地方 contain on 這個地方 contain on 跟match on 這兩個 一定很重要 就是它的包含的內容是 你看像右邊的sample 它可以去找出來說 你的tag中間的text 符合的部分 符合的部分 contain就是 contain的意思就是 any 就是你只要任何一個 資源符合就可以 這在我們 查找資料的時候很重要 正常的css 它只能夠針對attribute 就是tag裡面的attribute 做查找 這個擴充功能 它還可以針對裡面的text 做查找 這對你資料 收集回來之後 你要先做第一次 前次處理的時候 會省下你很多時間 你可以少掉很多個for each 在做這件事情 那下面的 下面contain的話 是直接找文字 那下面match is owner的話 是用regular expression regular expression 的應用就多了 那我們等一下 在啟動範例的時候 我們會簡單的示範一下說 regular expression 它怎麼在這邊應用 ok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pah中包 講完了 就很快 pah中包sov的標準說 就是第一個 很重要 我們要先取得我們的resource來源 我們的resource來源 我們的resource來源 在哪裡 它提供 提供API資料者 提供者它的resource 資源給你什麼 第二個 我們要去取得 我們要去設定解析格式 解析格式 像是jason 你要我們這裡 這裡面有寫 像是support jason html 你要決定 你要用什麼格式來解 第三個 就是用css的select 把它資料取出來 那 我們這樣就可以跟老闆交財 欸 我們有sop了 ok 這是一個簡單的推廣時間 外面剛剛 現場 有聽過jinkins的 欸 有沒有聽過jinkins的 有啊 很多嘛 那 沒有舉手的 賺到 等一下外面有個看板 那個有個ci的 那個什麼的 ci統計的 大家去把jinkins 那邊畫一個槓 畫一槓起來 jinkins呢 今天你覺得爬蟲包 沒有很吸引你的話 沒有關係 jinkins 拜託 大家回去 至少把它裝起來一下 裝起來玩一下看看 玩一次陌生 玩兩次 熟悉 玩三次我保證你相見很晚啊 真的啊 那他大致上在爬蟲上的角色 他的特色是什麼 你第一次你要你要寫程式 通常我們還是會把它放到 像是用svn啊 git啊 把存到我們的那個 scm上面 那jinkins他就可以透過設定 把你更新的程式碼 透過把這個svn把它取回來 自動更新 然後你如果說有設定meven 或者是grindle之類的 定義說你的編譯要怎樣 他也可以設定 最後你再可以定時排程 排程說哦 三分鐘一次 一分鐘一次 五分鐘一次 或者每天什麼時候 他也可以設定排程 更重要的是他跟 Chrome比起來有什麼差別 另外是Chrome裡面的話 他一個問題是 他不會寄通知給你啊 他錯的時候會通知 可是 CI的那個gintings的通知呢 配很多元 你可以設定任何情況下 你要找符合你設定的情況 他就寄通知給你 錯誤都寄給你 成功的時候再寄回你 任何情況你都可以自己設定 這對養一隻爬蟲來講的話 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說 你今天這個爬蟲 到底出問題了沒 出問題要是沒有去處理的話 有些資料過去了 他就不再回來了 一些即時性的資料 我今天去拿 拿不到 忘了拿 下一次再去拿的時候 他已經是五分鐘後的資料 你整整就少掉很多地方 所以大家回去建議大家 把君子裝起來 這是最重要的 裝起來你不一定要用 可是等你想要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有多好用 很快 我們現在直接來講 今天的主軸 算是今天的主軸 實戰的部分 第一個 在這裡先跟大家宣導 我們要做一個爬蟲 去做實戰的時候 我們要先有一些道德 那這道德 第一個 如果沒有必要 我真的建議大家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去爬 人家的HTML資料 如果說 你不是真的很想要的話 因為加減 我相信你還是會去爬 像是有些人會很喜歡去爬 PTT八卦版 怎樣的啊 然後透過八卦版 去做一些人都說說之類的 這好像是我幹過 挖掘人家的HTML資料有什麼壞處 因為 我講一下 因為你用HTTP去挖掘的時候 會造成人家Server上蠻大的負擔 因為他HTTP裡面 傳了一大包給你 可是其實實際上 你要用的只有那一頂點而已 那如果說 沒有必要的話 最好盡量不要去挖掘HTML資料 因為人家不想給你的 你最好不要去挖 因為你這樣挖久了 人家遲早會把你封鎖掉 然後如果 第二個 如果對方有提供API的一些使用守則的話 記得 一定要想賭 因為他們遊戲規則有寫出來 我們最好還是要看一下 而且 很有可能去挖到人家地雷 第三個是 不要太過於頻繁的挖掘 太過於頻繁挖掘是指說 譬如說我提供的資料 今天 我一天只會更新一次 我一天只會更新一次 結果你一天 每五分鐘就來一次 可是你五分鐘來一次 拿的資料還是一樣啊 第二個或者是說 人家有提供API 結果你直接把人家提供的API寫成你的application 只要有人用的時候就去call一次 這樣其實不好 這樣子有可能會讓API的提供者 就直接把API關掉就不做了 這個很容易發生 特別是在公家機關 然後 第四個 第四個 資料去識別的話 難免你去挖掘的時候對不對 你還是會加加減減的去 有時候你會發現到說 你挖掘到資料好像 可以找出 針對某些人的行為啊 分析之類的啊 你可能會拿到 而且叫你不要挖不可能 你這東西是要做有興趣的 挖別的隱私 那可是最重要是 你要弄出來的時候 千萬要把它 資料去識別 或者可以識別到一個人的東西 你一定要把它移除掉 除非那個人是一些公開的法人之類啊 公眾人物也不要處理他了 好 那我們實戰篇第一個 入門的 我們要去 我們可以先來試試看 大家可以試一下 104的這個API 有多少人知道 104有公開API 他根本就沒有在講 他根本就沒有在講 這是很意外發現 那104的公開API 他其實他提供的資料 還真的是非常的完整 而且 他裡面寫 我認為他開發這個API的人 還算是蠻有sense的 所以這個API 是非常好入門的 那他第一個 我們前面優點 這邊都有列優點跟挑戰 那優點的部分 前面講過後面的範例 我可能就忽略掉他 所以第一個我們看他一個 好的API優點是 他API的說明文件 而且寫得非常詳細 然後第二個他 不需要認證 這是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好處 因為他不要認真的話 你就少做一個認真的動作 少很多複雜性 那他有提供很多格式 讓你練習 他譬如說提供JSON 讓你練習 XAML 這些你都可以試得到 那第四個很重要的是 你在挖這個 挖這個API的時候 你的錯格感會特別低 因為你什麼也挖不到 可是一定會成功 挑戰就是簡單到不行 那簡單到不行 那這個 這種API的挑戰 這個問題在於說 你有沒有想像力 我們去 我們參加Hexon的時候 對不對 挖這種API的東西 就是他資料滿滿的提供給你 那你可以拿這資料幹嘛 那想像力很重要 想不出來就沒有用 所以我們現在 第一個範例 在範例上 我們看一下這右上角 那個有一個 灰色的底字的那邊 是chip的那個 範例的那個指定的名稱 如果說有大家 剛等一下下載 哈中包的時候 那個範例指定的名稱 就在那邊 對應的 那我們先做一個 sample面試練習 我要找出 月薪10萬以上的工作 有哪些 而且 而且 他要跟APP有關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 我們剛剛的 SOP 這是第一個 取得資源 那我們前面看到這個 呃 我們就不要太詳細看那個resource 那resource 範例裡面有 這邊看也看不到 看到下掉 OK 那第一個 你拿到他的API資源之後 第二個 我們要去解析他的格式 就是我個人先故意用XML來取 因為XML 我們比較常看到其實是Json 你跟Facebook還有Google用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用Json 那 用點 get from XML 我這是趴中報裡面寫的 你只要把 取回來的資料 放進去 他就會解成 解成那個 Json的Document 格式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找出來說 支撐裡面有APP 那你看到 CSS 這邊 他有個Tag叫Job 然後Job 我們用Star等 Star等於是什麼意思 Star等於就是attribute裡面 任何一個字 任何一個有出現 任何一個地方有出現APP的 就是了 所以透過這方法 你就很簡單 刪卡 你就可以找出來說 所有目前月薪十萬塊以上 而且還有APP的工作有多少 應該是各位說不到 所以如果說出來是空的 就 那時候沒有那個工作 因為APP那個 測試的範例 都是即時的 你run下去之後 就是現在目前 104裡面的即時的資料 所以說如果說沒有十萬塊的工作 那個 不是範例錯 絕對是 目前沒有這種工作 所以 第一個是 路門邊 完全沒有挫折感 所以很快樂 大家可以先run 第一次這個範例 然後 第二天 Facebook 為什麼要講Facebook 因為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現場我不要統計 也沒有Facebook不可能 那 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大家都知道Facebook 有API可以刮 所以說你會有時候會碰到一些 很莫名其妙的問題跟你講說 欸 Facebook不是有開放API嗎 那我 老闆就跟你講說 或者是你的隊友 就跟你講說 欸你可不可以去Facebook 你會有幫我抓一個什麼東西回來啊 抓一個什麼東西回來啊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Facebook的API的優點 就是它的 API Explorer API Explorer 真的是超級棒 沒有話講 所以我用過現在 用到現在以來 沒有一家的API的 API的操作工具開發的比它更好 真的超棒的 那除此以外 什麼都沒有 爛爆 好 所以我們要開始介紹它的挑戰 第一個 Facebook這個 終極篇的挑戰 第一件事情 我們就要挑戰 是認證的部分 因為你一定會碰到一些 比較大型的API提供商 它會需要你認證 為什麼要認證呢 將來要收錢啊 那第二個呢 是規則不明確 他們的規則 沒有寫在上面 所以說規則就是一條 他們說的算 然後API經常改動 API真的是非常常改動 我寫這篇的時候 還是V2.4 最近變成V2.5 然後又鎖了一個 鎖一大堆功能 就像最近V2.5鎖了你什麼功能 本來2.4的時候 多少人回復了你的文章 就是轉貼你的文章 我還可以看得到 2.5之後鎖掉 不給你看 他說鎖就鎖 完全沒有通知你 然後限制很多 我指的限制很多 是什麼意思 他的限制呢 我會跟你講 他會給你存取一個欄位 就是說譬如說 他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透過這個API 說可以抓什麼東西 結果你去抓了之後 發現 欸 抓不到 因為 原因是什麼 因為沒有權限 沒有權限 沒有權限 可是呢 你去找一下文件 他會跟你講說 付費會員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意思就是要你付錢 他把 有價值的資料 盡可能都移轉到付費的地方去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 在玩Facebook這段期間呢 就是當白老鼠 可是Facebook他的API 還是值得你去玩看看 為什麼 因為 他是社群網站的資料 對不對 他 某種程度 可以讓你 你還是怎麼樣挖掘到 還是會挖掘到一些資料 他是一個殘經量還算滿高的一個地方 他雖然說 不肯給你 可是 你還是可以透過一些方法去取得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 這邊沒辦法講那麼詳細啊 哎呀 崩潰了 靠腰 不好意思 這個 斷行字 第一個 我們要取得 API的認證的話 對不對 最好的方法 我建議大家 最好的方法 先去找看看 這個API的提供者 有沒有提供你 用Token的方式做認證 我目前在存 目前在跑 到各種的API的時候 我目前還沒有碰到一家 需要認證 但是不給你使用Token的方式 每一家一定都會有Token 用Token的方式來做認證 為什麼 因為 如果說我每次都要你做 使用者認證的話 對我自己本身的網站傷害也很大 因為你每次都要來認證 我每次都要花 兩三次跟你做Handshaking 那個很浪費 所以說大部分 我敢保證 應該每一家都會提供 Token認證方式給你 所以 去找 一定找得到 簡介一下 Facebook取得Token的一些方式 然後 如果說真的沒有提供 真的不信仰 遇到沒有真功的話 就對 自己寫啊 還能怎樣 好 那 雖然說有點不清楚 可是你可能看一下 這個大致上感覺 Facebook 他提供的Token裡面呢 他提供的Token超級多 多到你眼花撩亂 可是記得大家 記得一個關鍵字 Long Token Long Turn Token 一定要拿到Long Turn Token 儘量 不然你拿到Token對不對 十分鐘就失效了 Long Turn Token Long Turn Token拿的方法的話 你要透他的 Deployed的網頁去 網頁網站 在右上角都可以點得到 那 他有一個 Acess Token Tool 他們的這些東西 讓你使用者Friendly做得非常好 然後只是內容空洞而已 Acess Token取得之後 右下角有一個 Debug 第一個 第一個先點他Acess Token Tool 然後再點 這個 Token的Debug 接下來 他會把這功能藏在這個地方 在最右下 下一頁 Debug最右下角這邊呢 他有一個 Extend Extend Access Token 他可以把這個Token 做延期的動作 這功能他藏的實在是 藏得很詳細 藏得很好 藏在最左下角 這個Token拿到之後 這個Token可以讓你用60天 60天之內 這個Token都有效 我建議 盡可能的先用這個 初期的話 先用這個來跑 60天你可能一年 你一年才換6次而已 建議大家用這個 那 這個Long Turn Token長怎樣 大家試看看 很長 就拿這個Token來跑 那範例裡面呢 會需要你填這個Long Turn Token 才能夠Run Example 所以大家可以試看看 去取得這個Token 那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他有一個提供的 一個非常棒的 API Explorer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 發現 本來對 很害怕說 Facebook API 又不很難 因為用Google實在用的很痛苦 可是Google內容很棒 那 用第一次用的時候發現 我第一次用的 我根本就不用學就會了 因為他就是讓你拉拉拉 他有什麼欄位可以用 左下角就拉拉拉拉拉 你就拿出來了 然後 右上 然後可以立即的測試說 我這API出來會有什麼結果 喔 那你就看到他的設計 API設計實在是很好 就是 選有什麼欄位 我自己選 我要拿幾個欄位 然後 你的資料就會出現在 最上方 的輸入框裡面 然後你把call下來 放回去 你就可以執行它了 他的API設計很棒 那 這種社群資料呢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後來做 針對 Facebook做的一個 分析 我們去把它 跟著我們各政黨的 參選人的 粉絲團 搜集他們的 按讚的資料 然後去分析 你就可以 搜集到 每一個人的 按讚的次數 然後 這時候我們後面 可以用什麼來關心 我們可以用關聯分析 我們是講爬蟲嗎 爬蟲拿到資料的時候 當然是為了要應用 才知道要爬什麼 所以我們爬回來 這些資料可以幹嘛 Facebook的資料 可以讓你玩 觀點規則分析 這個參加像是 你看這邊 線條比較粗的 線條比較粗的 像右上角 是民進黨 民進黨 跟哪一個黨 這個 我去過民進黨 留言的人 他通常也跑去過 哪幾個黨 他最常去哪幾個黨 你就知道哪幾個黨 選民 他跟哪幾個黨的 關聯比較 遠遠比較深 那這是 從裡面分析裡面 精選出來 最沒有用的一張圖 不然的話 這沒什麼用啊 看點沒什麼用 不然的話爭議太大 這其實就是 只是告訴各位說 呃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一個 就是 去識別化 在取Facebook資料的時候 對不對 你一定會不小心拿到很多 可以識別個人的資料 那你一定要有這些資料 才可以分析這些東西 可是千萬記得 做這些分析的時候 大家要把 可以識別到個人的東西移除掉 然後只留下 沒有 沒辦法識別個人的東西 像這樣子 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知道一些結果 但是你不知道 是哪些人 OK 那這個下面參考是說 這個圖 它這個方法是用R的 拿幾個套件 去做出來的一些分析 那下一篇 是Google Google API 我只能講 這個API實在是超熟練的 我已經玩它 玩了三四年 這個玩到現在 都還有新花藥 而且實在是很棒 第一個是 它是一個 一級可用的應用資料 它提供給你 全部都是利器可以用的東西 哦 包含 等一下後面介紹一下好了 規則 使用清楚明瞭 就是 你這個 你用我的API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在我的規則下 用什麼方式順序 它都寫了一清二楚 然後 官網的範例 超級多 它沒有像Facebook一樣提供一個 讓你自己去操作的一個 Explorer 可是它有提供 超級多範例讓你看 然後它的資料非常多元 而且很有趣 非常的有趣 那 它的挑戰其實是 它的文件呢 是 工程師寫的 我猜 應該是工程師寫的 寫的 寫的完全就是工程師style 完全不想跟你解釋什麼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意思就是說 你實際上 你去run一次之後 得到結果你就知道 這在幹嘛了啦 那可是 我直接看字面上意思對不對 你完全會被它混淆 它的API的說明實在是 寫的真的是非常工程式 那部分API的免費額多少 Google提供的API呢 它有個特色 它的每個API 基本上都有一個免費的quota 那免費的quota 它的字面講法是說 絕對提供你開發者 足夠一天的使用量 那 可是實際上有些有價值的 非常有價值的 像是翻譯 翻譯 翻譯是故意的 它們一天只提供你可能好像 翻譯的API 100個字 那怎麼可能夠 所以它有一些那種 會有價值的東西 它會鎖得很死 那這是一些部分API會比較少 不過我們今天要提的Map API Map API提供的quota都很寬 15萬次我相信 很夠的啦 我一天最多才用了1萬多次而已 那我們這邊選了三個 希望大家可以 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試看看 Google的Press API Press API可以幹嘛 它其實就是在找說 你可以下參數 我現在離現在這個地方 方圓500公尺 有什麼東西 方圓500公尺的食物啊 食物的飯店啊 或者是景點啊 它這個API會提供給你 而且回來的東西很詳細 包含的地名名稱 分類 坐標都有給你 還有現在 有些有人有填的話 現在是開門的啊 營業時間啊 全部都給你 非常的多元 資料很棒 那第二個 Google Mapping Geo Coding的API的話 它的作用是在說 如果說你現在你有一個地址 我有一個地址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地址在哪裡 它的作用處是 你把地址丟過去 然後它就告訴你說 這地址應該的座標 大致上是在哪裡 這有些人如果說 家裡有客戶資料的話 試看看 丟進去 回來是什麼座標 客戶在哪邊 你可以找到客戶在哪邊 那 Google Mapping Direction API的話 這個比較偏向導航 你要給它兩個點的位置 資料 它就告訴你說 這兩個從A處到B處 現在最短的距離是 最短距離大概是怎麼走 的走法是怎樣 或者是它最短的時間 花最少時間是怎樣走 它會把這些資訊丟給你 包含它的路子 它的路怎麼轉換 它都丟給你 可是如果說你會用的話 它這是比較細節 它比較大 大部分 它是直接跟你講說 距離多少 時間多少 這三個API呢 都是利息可用 而且它的擴大很大 所以說 如果說大家有 可以直接開發應用程式化 對不對 甚至可以直接應用它的裡面內容 然後來開發 譬如說 我來找 我直接做一個APP 找你附近 離我附近 500公尺的景點之類的 我們做 之前Hexon的作品 幾乎每一個都是 跟這些東西 所以做得很熟 那 同樣我們來講 第一個方圓的話 它的第一個Place API 我找 周圍500公尺的餐廳以外 它裡面還有一個 不錯 蠻不錯的一個東西 就是網路上評論 Google上的那個 Map上面有個評論 就是我現在地點是幾顆星 那我們怎樣去應用 怎麼去找出來說 我要四顆星評價以上的 資料 這時候我們剛有講到 我們有一個Matches Owner 後面是接Regular Expression 這時候你就用上了 你只要找出Ranking 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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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四開頭的 四開頭以上是不是就是 好像有BUG 五顆星的找不到 不可能有五顆星的啦 好 四分以上的 我全部抓進來 那就是四分以上的地點了 誰看到五顆星的 我去投一個一分的 我就會變成四顆星的 好 所以你就用這個方法 你就知道 Regular Expression 你在這邊CSS用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這方法 來取得這資料 如果說不用這個的話 對不對 你就要用for each的方式 把每個資料取出來 然後把它做自串的比對 判斷說這個分數 先轉成Double 轉成Double之後 再看說它是不是大於4 這就省掉這一串很麻煩 Regular Expression 很兇 很棒 OK啊 那 中階的結束了 我們現在開始一些 比較低潮的一些資料 這個是行政院農委會 可是 這是政府開放資料裡面的 我直接講 這裡要拍手 這一間 這個行政院農委會 他們開放API 雖然說 我很多埋閱 可是 他們是政府開放API裡面的 我覺得是典範 這一份資料呢 它是一個具有持續性的資料 我們的 在剛剛在找前面 剛剛前面的資料裡面 都沒有持續性 沒有持續性 其實就是 我現在找的東西 它沒有一個連續性的概念 那有持續性的資料呢 你就可以拿來做一些 趨勢的分析啊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很有價值 而且 行政院農委會提供給你 是一個交易資料 每天早上在國菜市場 批發的所有農作物的價格 那它的資料是一個交易資料 我們交易資料 政府開放資料裡面 交易資料 真的非常少 譬如說股票的話 股票的資料真的是很人工化 那個沒有什麼分析價值 可是這個蔬果交易呢 它的資料 它有提供到網路上 而且是每天 不算即時 它每天固定三個時間PO 可是大概是早上五點 就會給你資料 那你可以拿這些資料 來看到說 我們大概哪一種蔬果的產季啊 因為你有資料 你就知道 它這時候是不是產季 還有它的資料 它現在的價格 將來的價格會怎麼樣走 你可以去分析它 那穩定更新 它的資料 我目前跑到現在 從五月跑到現在 它還沒有一天出事過 那資料淺顯易懂 真的是太淺顯了 它的資料裡面 淺顯到 我連一個英文字都看不到 這就是缺點 挑戰就是 它的資料 全部給我用中文欄位 這個 全部會用中文欄位的 大概就是打Net啦 人家夜路走多 會碰到鬼 城市寫多 會碰到打Net 你這中文欄位的資料 你怎麼解 你怎麼存進資料庫啊 可是打Net可以 因為我也是有寫打Net 那可以 那可以 然後再來 第二個 民國格式 用民國格式日期 你公家機關都很喜歡 用民國格式日期 像104年點多少 可是這就很尷尬啦 它資料是可以查詢一個Range 譬如說什麼 我要11月到12月的 可是查詢條件又要你下西元年 然後資料給你吐民國年 那接下來你要再轉回去變西元年 那你不是讓非時間在那邊轉 一些民國資訊那什麼呢 我搞不懂他們在想什麼 可是民國這邊 我沒有特別顏色標示 就是大家自己處理 因為實在是太柔了 那這一篇呢 開始可能就會開始要去 重新編寫一些 爬蟲包的東西了 為什麼 因為 我們 先講 碰到這種中文欄位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處理 第一個建議大家就是 直接replace 中文就是中英對照 直接replace 如果你沒有時間去 關心說這個東西要怎麼解決的話 你也不知道你也沒有好 ID的去怎麼解決的話 直接先replace 因為你也不知道你今天拿回來的資料 對你將來有沒有用 你要先讓它可以run 最好讓它先可以run再說 所以先用中英文翻的 這我建議 雖然說很笨 可是 最好先讓這樣子跑 第二個 你可以試看看 如果說情況符合的話 我就建議用爬蟲包 我在爬蟲 我們在爬蟲包這邊的時候 如果說你使用JSOP原本的套件 就是現在最新直接抓它的套件 回來解析的話 你會發現JSOP在解析的時候 它沒辦法解析中文的tag 大家沒有辦法解析中文tag 你絕對解不了 然後網路上可能也找不到問題 那其實主要是 它只會解析英文字元 大小寫的英文字元 如果說你的大小寫英文字元 不是英文字元的話 對不對 它就直接把你那個tag當成是註解 拿掉 範例裡面有這一段 可以試看看 如果說不是用爬蟲包的情況來跑的時候 會怎樣結果 全部都會變註解 你什麼東西也拿不到 但爬蟲包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有 這裡有針對這個中文的情況 去改寫一下它的sauce code 我是用extend的方式 所以說沒有 沒有 不用重新編 我們直接用extend extend它一個passer 重新做一個passer上去 然後這個passer就可以直接解中文 所以大家試看看 如果把中文的欄位 這很少見 可是你一定會碰到 政府的東西一定會碰到這種東西 然後把中文東西丟進去 你就可以試看看解不解得出來 解不出來的話 跟我講 那我已讀不回就好 那 出來之後呢 我們用中文去解 至少 我們用中文去解了之後 好處是什麼 直接用解中文出來之後 我們就用暴力的方式 學黨內特 用中文來寫程式 好 我們就select 交易日期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tag名稱 就是叫交易日期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交易日期 印出來 作物名稱印出來 平均價印出來 你放在你的程式買賣全部都是中文 看起來寫起來很像打內特 這個 這是一個 大家可以試看看 那你做出來的 這個交易資料是非常有價值的 因為你只要有交易資料 又有時需性的話 對不對 你可以從裡面找出來很多你想要的東西 因為像是R的Crammode的話 對不對 他就是專門在做這個 你可以簡單的把資料丟進去 你就可以知道像是 這張圖是9月那時候咔的 9月那時候 我們剛好碰到菜價在飆漲 這個是青江菜 你看9月初的時候 青江菜飆漲六倍 哇靠 那怎麼吃一下 一豬丟下去就30塊了 所以你可以做這東西來做一些 持續性的資料 拿去做分析的時候 你可以分析出 用各式各樣的 來做一些分析 很好玩 譬如說你要用周來看 都可以 持續性資料 又是交易資料 農委會這個資料集 非常棒 大家可以試看看 那最後一篇 也就是進階篇 這個是高工局 高工局 最近他們開始在推這個 Open Data 那Open Data裡面呢 昨本 那個大大他就講了 這個他們的資料裡面 是去識別化的典範 我是自己去爬一下 也真的 他們的資料裡面 真的沒辦法去識別出 一個使用的資料 所以他的去識別化 真的這下做得還不錯 那他的挑戰呢 是目前前面的資料 都不算是即時性 他們的資料算即時性 而且是非常頻繁 有一分鐘更新的 有五分鐘更新的 你這五分鐘蠻有拿到 就沒了 這資料 即時性的資料 挑戰 然後你要配合上 Jinkins來寫 要怎麼寫 還不好寫 然後資料比數呢 跟剛剛前面比起來的 哇他還蠻多的 他一天資料量抓起來 可能也是 也是有到G等級的 以中等呢 算中等型的資料 你如果說沒有好一點的電腦的話 對不對 一個月可能就會爆掉 那他一個挑戰是 他的SERVER不太穩定 等下後面看羊羹就知道 他SERVER有時候 不會給你資料 那這邊要講解他的挑戰是 你有時候去拿的資料說 不是完全是Text Mode 他給你的是壓縮 怎麼辦 我要再寫寫壓縮嗎 Man 我們剛剛看到 VF下面 剛剛我們有一串 框起來的 我們有講的就是 他還可以支援壓縮格式 那他怎麼寫 哇 我直接往下跳 我前面加壓縮格式就可以了 你只要前面加個拘力 他出來結果 就先幫你跑解壓縮 你壓到的資料一模一樣 所以說你只要在網址前面再加個拘力 那如果說是TAR點拘力呢 TAR點拘力 另外常見到 那就是在拘力前面再加個TAR 他就是一路往那邊跑 所以 Apache VFS 他可以幫你做解壓縮的動作 你連解壓縮這個動作都省下來了 很棒 OK 像高空決資料 你如果說去玩的話 你可以拿來做什麼 我們現在 做資料視覺化也是一個 蠻多人喜歡玩的遊戲 那像這個的話 就是分析說我們雪山隧道 這是在分析雪山隧道的 車子裡面 每個時間的流量 垂直是小時 垂直是小時 橫走是分鐘 每五分鐘一格 你就看到 我們這是從宜蘭回來台北 哇 禮拜天最右邊是禮拜天 最右邊禮拜天整個都塞 都紅通通的一片 那就是很塞 那平日的時候呢 就是只有上班時間紅八點的那一條 所以這是一個資料識別化的一個 小遊的一個練習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 像你也可以把這種高空決資料 可以做這種閃點圖 譬如說 車子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到多少 最左邊那個 其實是800 車子多到800 一個小時 每五分鐘 就是每小時有800條 車子這樣通過的時候 它車速就會往下飆 它那個時速就往下飆 這是一個也是一個趨勢圖 所以 你有這些高空決資料 高空決資料非常的龐大 然後也很多元 你可以試著去練習看看說 它很多後面 如果是你喜歡做資料 視覺化的一些動作的話 這可以練習看看 這一包資料 他們也做得很不錯 真的 那 感謝各位聽到一個 這個地方 那這個一樣是一個 我們的Sourcecode 這邊這個Sourcecode範例的一個網址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去來 摳來自己試看看 練習看 每個範例都可以直接run 那run了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摳回去 當成你來使用的一個工具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呃 我靠 Gmail.com A-B-O-L-A-9-E Gmail.com 可以辭職了 或者是等一下我都外面 蔡英祖 那有問題你可以來找我問 那或者是直接寫Email 我會回你的 好 謝謝各位 謝謝看 谢谢大家